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個中產黨 今日講這個 都可以說是合府通稱的題目 因為演唱會 應該不同階層都會去看 特別是你演唱會票便宜 都可以去到二三百元 一般人都負擔得到 這次當然我們就 貴又不同了 貴可以很貴 賣到很貴 賣到很貴 演唱會都可以賣到兩三千元 其實都算貴 炒到過萬 也不要說炒到過萬 兩三千元我覺得看一場書都算貴 但便宜可以二三百元都低 好了 這次當然就是講劉德華 演唱會失聲退票的事件 可以用幾個角度來看 先說一件事 香港我印象中因為失聲而取消演唱會 應該是很少的 我覺得我的印象很深刻 就是2010年的時候 陳奕迅唱演唱會 第一次買不到陳奕迅的票 之後都很少賣到 之前陳奕迅的票 我長長都賣到票 還要坐好前看 那次我還記得 我買不到票 很不高興 然後一聽到她是深沙 我其實是深奕 因為你們有唱票 所以就聽到鄭沙演唱會 之後我看過鄭秀文好像也有試過鄭沙 原本都想要取消 最後都不取消 其實劉德華失聲最後取消演唱會 這個都算是少見 因為多數都是鄭沙演唱會 應該這樣說 他們是有一個專門為歌聲去打開聲針 雖然不知道什麼叫開聲針 雷顧唇 是的 但有些是不行的 是那個醫生是最得的 我不知道大家都是打雷顧唇 但專門為歌聲打 大家這介紹 B介紹 所以大家都是打開聲針 當然開聲針的效果肯定差過你們 沒有很多時候 但我很同意周顯大師 之前我們談這個環節的時候 為何香港那麼多聲針的歌手 都繼續開演唱會 因為香港人根本就沒有在乎 究竟是否聲針 我印象中 就是日本早派 就是月年頭的 有一個叫Iko的歌手 我都比較留意日本樂壇 聲針就立刻終止了演唱會 而我印象中 日本的演唱會 因為失聲而終止演唱會 一點都不可見 但香港就是通常會堅持唱到尾 當然這個會有些考慮 因為香港的表演唱會 就太有限了 你只要紅館 你如果今次錯過了這個會期 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日本就說 我這個市場就去隔離市 而且那些大型場館 其實那些檔期都很鬆動 如果今次終止了 那一年年尾 已經可以回到同一個場館 再開一次 所以都是土地問題 我經常都覺得香港是紅磡體育館 體育館 怎麼可以開演唱會 演唱會大家是不同的場地 但美國台北小貴蛋 東京多 那些都是棒球場來的 都是開到演唱會 本來是不適合的 但是 L期不到那麼多人 因為那些體育場館 L期多些人 香港紅館 L期的人應該是 即是給同一個體育館 改建 改建 對演唱會場 就是搞好一些音響 那就更實用 香港的演唱會 你覺得那些音響是怎樣 我自己覺得 其實都是很一般般 最差就是會展 我那時候去會展廳 那些喇叭都拆了 完全不能夠接受 你說96灣機場可以接受 去機場聽過 紅館真的要視乎製作單位 我試過聽過很差 亦都試過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Anyway 我覺得你香港很明顯 演唱會就是不夠 就是結果你會發覺 很多其實不適合做演唱會的場館 因為純粹坐得多人 那你都會去那裏開演唱會 我聽過Lady Gaga演唱會 那我的音響是很好的 但是我去到 因為音響太好了 坐了十分鐘 站了十五分鐘 不是站了聽了十分鐘 我站了過去的鐘 因為她遲了一個鐘 然後我聽了十分鐘 我坐了十分鐘 我實在聽不懂 不是遲一個鐘 她預料到你一個鐘 是在裏面自拍的 是 你就不太拍了 然後那個音響是大到 那個心 噗噗噗噗 再坐下來一點 我的心臟爆發會死 所以我覺得我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年紀沒有辦法 這個聲沙取消演唱會事件 有兩件發生 我覺得挺值得的 是 一個就是幸災樂禍 因為劉德華之前撐過的 是 是 這一個改了名字 不是劉德華 是叫田海華 於是人們就覺得 是死亡之敏 有林鄭的祝福 希望你演唱會成功 然後就在網上 新一個燈神出現 這是第一個 可以討論一下 第二個就是 炒黃牛 是 是 有些人覺得炒黃牛 有什麼東西 是 有意思 是 是 是 現在炒黃牛 買了很貴妃的 那些 是 這兩個就是這宗 為什麼這宗新聞炒得這麼大呢 劉德華 這兩個是 黃牛是很重要的 不是 首先第一件事 這不是再一次證實 人們經常都說 黃牛就是 好賺 無本生利 那你就知道黃牛也有風險 首先當然 有人就說 喂 我現在想找回黃牛 退回那6000元 找不到 你在這裏叫苦 那這些人就很誇張 你買到黃牛票 你也知道會有這個風險 我也覺得那個黃牛 賣給你 那個人要退回6000元 你要去買黃牛票 你要去承擔取消演唱會 應該難得找到弊少 叫他退回他放些錢 是 這個一樣 弊少你找到他黃牛 你不知道是誰 第二件事是什麼 就是 這個黃牛票 他自己本身 後面那幾層 他全部都可能是未賣出去的 他當然都血本無歸 因為很多黃牛 其實他不是說內部應金 很多都是炒上炒的 即是先賣了炒票 再用更加貴的炒價給你 那你現在證實了 他分了就是 是的 他自己也坐在那裡 無本生理的商業模式 所以他純粹賺錢 其實他都要承擔那個規制 至於說明日大禦的問題 他無論如何都沒有吃虧 因為大家香港人 你看到香港市場太重了 現在一個紅的藝人 而不是他只是益你們 雖然有些錢賺 但問題就是 我只不過光顧一下你們 做一下你們 因為我不可以 因為我是基礎 反而有本土情懷 在香港開演唱會 如果不是大陸巡迴演唱會 其實更好 如果以成本效益來說 在大陸開演唱會 賺的錢 一定是在香港開演唱會 你沒有辦法 有幾十場 現在那些人的瘋狂 瘋狂程度 香港人很冷靜 我要反對你 有一個反對的觀點 雙角不是反對的 譬如說近期好像 謝霆鋒好 或者JAM 那些人說 上面那個男子 黃祖男 為什麼突然回來香港 就是因為 內地的娛樂圈 他要打壓他們 譚冰冰事件好 或者怎樣好 上面開始萎縮了 不行了 於是他們就回來香港 要找回香港人 求回我們本土 這個本土 就是瘦死的駱駝給馬大 不是 我聽說阿章 是覺得大陸那個人氣 差不多去到盡了 回來香港 但是演唱會和電影 又不同 始終 其實這個也是國際趨勢 講過很多次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 願意給天價炒票 去看演唱會 因為他在音樂上面的預算 因為盜版的興起 他省了錢 以前我們要買唱片 以前我們要買CD 但是現在你不用再買這些東西 因為全部都是在網上下載 所以這筆錢 你就可以挪用到去買演唱會票 其實大陸也是很相似的 大陸的消費力提升了 但是他在音樂的消費 他沒有辦法在唱片 或者一些版權音樂上展現出來 所以和電影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永遠都有很硬性 而且電影和音樂最大的分別就是 政治壓力會少很多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仍然開很多演唱會 所以我覺得始終 劉德華我很同意 周遠大師說 他來香港唯一一件事 就是告訴你 我是香港歌手 但是這個附加價值 對於大陸市場來說 還有沒有用呢 以前就有很厲害的 現在也還有用 但不是必然的壓倒性 我這樣說 香港的市場就是這樣 現在有一些天王巨星 開始在大陸都有一些天王巨星 其實都跟香港不會相差很軟 就是可能好過香港 香港有一些是情懷價值 但是香港如果做TVB 香港的最低級三樓四樓那些 去到大陸都是銷售港星 但是在大陸是有很多 無數最低級的層次的人 那些人 一大堆什麼中國好聲音那些人 不是中國好聲音 是更低的層次 香港港星最低級的 那些人都叫港星 但是大陸最低級的 就什麼都不是 所以香港是有一個基礎 就是最低的 劉德華這些江湖地位 都不需要特別來香港 開一次演唱會 是證實自己是港星 劉德華不但只是港星 而且他還是1997年之前是港星 之前是一個集體會 他是天王巨星 劉德華的層次是大陸沒有得比的 因為那些人欺騙他們 他們大陸人現在是看不見香港 但是他們還是很懷念 以前的香港人 以前的香港人 以前威風過的香港人 現在大陸的吃香程度 就算現在再不威風 所以那些人是全部回到大陸 但是新的那些 被回到大陸 固然是有的 但是不是那麼多 他們那個懷念 那個懷念是很強的 因為他們是我們較大的 就是我們師傅級 就好像我這樣 我都有很多懷念我 我都有很多懷念我 我都有很多懷念我的人 其實我覺得我身邊 我有一些後輩的人 好過很多 但是他們懷念我 還很尊重我 作為一個 奧斯福的狀況 我覺得他們好過我 還有一件當然 就是講回演唱會本身 香港人就真的很奇怪 就是我們會 對於演唱會很有情意 就是什麼階層的人 都會去看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我自己 就是我去看演唱會 我堅持一件事 一定要坐最前 就是我心想 如果坐到山頂位 那我用不著去看演唱會 那我用不著去看電視 如果那個人送票給你呢 那個人送票都不去 其實我覺得他這麼遠 都是沒什麼必要 看演唱會就要看最近 就是好像他唱給你聽 但是我跟我一起去演唱會 那些朋友 他就不是這樣說 我又跟朋友去看演唱會 我說坐到這麼遠 有什麼好看的 你可以看別人的舞台 編排 設計 燈光效果 那我這些電視 就看不同的 現場相差很遠的 其實我是不是很明白 這件事 我覺得看演唱會 當然了 山頂會也未必是差的 譬如你跟日本的演唱會 比我看香港的紅館 日本歌手的演唱會 是很抵抵的 因為日本的場館就坐10萬人 李鴻館就坐1萬多人 那就是說 其實你坐到最山頂 都是坐人家 頭1萬人的位置 我是溫哥華看 是坐1千多萬人 這就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這也要問一下 周遠提示 為何香港歌手會 未嫁唱唱會 唱會演唱會 他真的都可以當這麼少人 那你贊助你不要問 OK 我這樣說吧 Henry 你在我認識的人之中 都算貪錢了吧 徐教授 你都叫做有身份有地位 為何大家不收錢 在這裡做一個這樣的節目 你是希望 speak to more audience 對嗎 即是你那個東西 即是我們去 即是有很多東西 我們是作為一個 你希望有一個滿足感 你希望有一個 你會照顧到 你收少些錢 甚至不是很虧本 只有少少錢賺 那你就去照顧 你覺得你有責任去照顧 一些小市場的 或者是一個影響力的彰顯 即是我是國際歌手 全世界都開完演唱會 都是一種身份 是 總而言之 我講不到一個理由 但理由就是 就是這樣 你轉去小地方 他們轉去小地方 可能是開一些mini concert 可能是一百幾十人 他們都會的 問題就是 他們整個佈局 有些是會收到很貴 有些是用來賺錢 有些是用來什麼 每一個佈局 不是 即是等於一個明星 他很多時候會是 三千萬拍到電影 但是那個是朋友來的 跟你拍到電影 收五十萬 即是周時都會有這樣的狀況 這樣的情況 在日本都類似 我也認識很多 日本的 不是認識 我知道 日本很多歌手 來香港搞演唱會 就算收到爆了 也好 全部都是可能 只是打個和 甚至要虧些錢 譬如安西內美衛 最後一次來香港 開告別演唱會 他只是運氣場 都運了四十幾個貨櫃 你想想 開兩場紅館演唱會 有什麼可能賺錢 一定是虧得 但是他們就會覺得 香港開演唱會 可能有個回饋歌迷的心態 另外也有些歌手 會覺得 我去亞洲歌手 我去衝出日本市場 我身價都會不同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他未必虧 可能是演唱會搞手 演唱會搞手 是想著楊蒙出在豬身上 他不是想著安心 大家來 譬如柳德華 我認識一個人 有個老闆來贊助 他贊助當然是虧 但他贊助的時候 他都說 你要寄一張票給你 是 那個 做法不同 外的效應 對 你會有界外的效應 所以很多人虧本都可以演唱會 虧本都可以拍戲 因為有很多界外的效應 可以做 最後想補充一點 就是剛才你說到 去坐什麼位 我講一點離地的 我自己看古典音樂的演唱會 古典音樂的經驗 古典音樂 演奏會 演奏會 我在美國看很多 美國和歐洲 我會怎樣 那是一個很突出的分別 就是他的票價和坐得有多近 通常你坐最低的主席層 是很近的 尤其是你看鋼琴 是會看到他怎樣彈 通常坐左手邊 就是左手 那些不是最貴的票 不是最貴的票 不是最貴的票 因為那些聲音 就不是最貴的票 所以什麼時候會坐這位 因為跟女生 那些女生就不是太 就是叫他威風 他不是很懂音樂 不是很懂得欣賞 但他覺得很近 看到那個演奏家 就覺得很威風 那些就會坐那些位 但如果我一個人 有時候我也會聽 真正貴的 就是在中間 後一點 又不是到最後 又不是到最後 可能他有時候是 上面第一行的 Box位 那些其實是最貴的 就是等於 收音的 是最好聽的 就是等於高企要坐Box 但是 你跟一個不太會聽的人 為何會去聽這件事 有時候去 對 那些演唱會 就是從一個男人來說 跟女生去當然是 是 對 其實我講這套 很難的引子 香港也有這件事 可能有時候去演唱會 如果是劉德華 你問我的話 我當然不會去聽 但如果我有一個女朋友 是很喜歡劉德華 那就是唯有去聽 那買了什麼票呢 你說想坐在最前 坐在最前 可能坐在後一點 都會有一點點分別 最前那些 其實我想從欣賞角度 握到手 但是 你問我 我看都不是那麼自在 因為我拍到你 或是舞台 是很近 是很近 你坐到 不是跟台庭那些 高一點 是就會看得好一點 又是視乎你 看過什麼角度 剛才你講到 有些朋友去 會欣賞他的音響 那些 這是一種欣賞 但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打算買票 很威風 我女朋友很喜歡這個 譬如之前 黃子華好 或者現在是劉德華好 你覺得你 調了以威風 對 都可以給他一個驚喜 他說我找得到 這些這麼漂亮的票 目的就不是去聽演唱會 就是 好像你說 吃飯 又不是那一餐 有多好吃 就是整件事 好 最後講完 你剛才講了溝女 還有一些獨L的角度 獨L的角度 如何看演唱會 可以視乎你有多喜歡他 譬如我 那時候看Metellica Metellica很厲害 但是因為我又不是很喜歡他 我就寧願買一些 最近的坐位 最瘋狂的站位 我就不肯坐 但是因為我很喜歡少女時代 少女時代 我就跟周軒說 我八點鐘開場 五點鐘我已經去了 而且他八點半聲開場 我等了四個半鐘 三個半鐘 完全沒有問題 總之因為我最喜歡自己一條 我去 多開心 這些都是看你 真的很好 很毒L 這個離譜 不是 我是四點鐘 我總之等了四個多鐘 這些就是不同角度 看演唱會的分別 好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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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